哈喽,我是嫂嫂,你看到这满满的胶质了吗? 入秋啊,强烈推荐这道苹果雪耳雪燕羹 入口滑溜到极致,清新润润的,滋阴润造,再也不怕秋天干燥了 推荐你们用新鲜的银耳,容易煮开,胶质也更丰富 八克的雪燕提前一碗泡发 一个苹果切成块 水热之后下雪耳和苹果 水开后转小火,大概煮20-30分钟 新鲜的雪耳煮一会儿就能出焦 然后把泡发好的雪燕放进去 煮5分钟,这一锅就搞定了 出锅前把苹果肉捞走 反正它的味道都已经到汤里去了,就可以不吃了 新鲜的雪耳出焦特别丰富 汤水滑溜溜的,肉眼可见的滋润啊 还有这个汤汁非常的清甜,有苹果淡淡的清香 所以我就没有额外再加糖啦 这个雪耳雪燕羹不到半个小时就能搞定 非常的快手方便,大家有空都可以试试 平时多做点装在瓶子里,喝起来好有仪式感 你们说我这样可以出摊了吗?